阿拉丁和神灯13 神灯精灵 这个精灵很庞大 他发光的秃头都碰到了天花板 黑色的卷卷的胡子遮住了他半个脸 他棕色的手臂胸膛和肩膀都有大块的肌肉 精灵穿着黑色丝绸的裤子 戴着很大的金耳环 这是谁 泽巴大声说 他从哪里来的 他是个精灵 阿拉丁靠向他的妈妈说 他是从那个灯里出来的 快让他走 泽巴恳求道 我很害怕 我是神灯里的精灵 精灵把双手交叉在他的大大的赤裸的胸前说 不要把我送走 我是你的奴隶 我会为你们服务 我不需要奴隶 泽巴说 他的身体因为害怕而发抖 他转向他的儿子 他转向他的儿子 求求你 快让他走吧 阿拉丁把灯从妈妈的手上抢了过来 不要听我妈妈的 神灯精灵 阿拉丁命令道 我们都很饿 给我们拿一些国王吃的东西来 精灵消失了 但是一眨眼的功夫 他就回来了 他拿着一个很大的银盘 上面有六个装满食物的金盘子 他把盘子放在地毯上 好丰盛呀 阿拉丁忍不住大喊 有牛肉和羊肉做的香肠 有一盘甜菜沙拉和白萝卜 其他的盘子里装着米饭和豆 橄榄 坚果 还有奶酪馅饼 闻起来太香了 然后呼的一声 精灵消失了 妈妈 快来 阿拉丁开心地喊道 多么丰盛啊 快来吃吧 不行 泽巴回答说 我不会吃的 那个可恶的精灵吓到我了 呵呵 过来和我一起坐 他拍了拍旁边的地毯笑着说 开心地吃吧 泽巴终于放弃 他坐下来 拿了一块奶酪馅饼 他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东西 他真的是国王餐桌上的食物 告诉我 儿子 泽巴给阿拉丁倒了一杯咖啡说 是这个精灵把你从宝库里救出来的吗 不 不是 阿拉丁回答道 是那个戒指精灵把我救出去的 他长得很好笑 妈妈 而且很矮 他的帽子上有铃铛 阿拉丁想起那个小小的棕色的精灵 笑了 哈哈 我觉得 神灯精灵是不同种类的精灵 他补充道 是的 阿拉丁的妈妈说 他想把我吓死 他靠向阿拉丁 悄悄说 儿子 你要把那盏灯扔了 还有那个戒指 他们只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不 妈妈 阿拉丁说 我们很幸运 应该接受这个事实 想想吧 玛格里布走了这么远的路 就是为了找这个灯 他只想要宝库里的这一个东西 所以它一定很重要 我们一定要留着这个灯 还有那个戒指 泽巴说 对 阿拉丁说 如果没有那个戒指 我应该还被活埋在地下 你也不可能再看到我了 我永远都不会把这个戒指 摘下来的 阿拉丁的妈妈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唉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他说 但是 我不想再看到那个可恶的精灵了 我还 кстати 说 我还没有 一直在来 你们在一起 我还没有 我的小孩 我还没有 快点 我还没有 我 你 我还没